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呢就是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的基本的概念 那么说到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环境 我们环境科学或者环境学科 我们讲环境 那么很多的其他的相关学科也讲环境 比如说电子系 比如说计算机系 大家学过编程都知道计算机也有它的这个所谓的系统和它的环境 而且我们每一个软件系统也都有它的运行的环境 那么显然这个环境跟我们这个课上所谈到的环境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完全不同的语境 那么我们讲的环境是一个宏观的概念 是说整个这个自然界以我们人类为中心 它的这个跟人类相对的外部的这个世界 构成的这个整体就是我们所讲的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既包括了自然的要素 也包括了经过人工改造的 人为的一些要素 比如说我们的构建筑物 对吧 那么它是人工建造的 但是它也是我们环境的一部分 所以从环境的这个约束性的角度来讲 因为这个概念很宽 那么从各个国家为了执法的方便 对于环境的概念在法律上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 那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保护法 在第二条当中就很明确的规定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界定 我们环境保护法并没有讲地球以外的这个外部世界 但是实际我们在讲环境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么在有些特定的场合 我们是包括外太空 包括地球以外的星球和宇宙的其他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法律当然还限于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领域范围 那么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土管辖的范围 那么它就不适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保护法 那么它就要根据它的实际所处的这个地域 去适用当地的相关的法律 那么说到环境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概念 我们一般会指出它有三个基本的特性 那么第一个特性就是环境的整体性 所谓环境的整体性是说我们应该把环境系统 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对待 那么环境的系统是由一系列的 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的这个子系统 也叫系统单元构成的一个整体 那么系统的加合所构成的这个整体 它的功能它的复杂性 它表现出来的这个特质是大于简单的这个几个子系统的 那么这是系统科学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系统的整体性 如果方便大家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在医学上讲 我们有这个神经子系统 有运动子系统 有消化子系统 那么有生殖子系统等等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子系统 从我们一个完整的人体当中 把它剥离出来 然后还能够保持我这个人的基本的功能 维持这个存在 这是不大可能 也就是我砍掉我的运动系统的一部分 那我的运动系统运动的功能就会上失 那么环境系统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讲的环境系统 它由基本的要素构成 那么这些基本的要素 任何一个要素 它的这个性质发生改变之后 当它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使得整个系统的功能上失 导致无法支撑人类 或者是其他的生命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环境的破坏 对吧 也就是环境系统 它的结构发生改变 以至于导致它的功能 一定的功能上失 那么这种上失严重到 影响了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称为环境的破坏 或者是环境的这个恶化 那么这是讲环境系统的它的整体性 第二个特点呢 讲它的区域性 那么也叫地域性 那么所谓环境系统的区域性和地域性 那么是指的在不同的空间 也就不同的地域 那么环境系统还是有它的特质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把地球整个大的系统按气候的划分 我们分为热带 亚热带 这个温带 这个亚寒带 寒带 这样五个气候带 那么我们可能还根据距离这个受海洋的影响的这个程度 分为海洋的这个气候带或者是内陆的气候带 或者是根据地表的植被的特征 地表覆盖的这个特征 我们把它分为森林生态系统 草原生态系统 这个沙漠生态系统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划分 所以这个地域性强调的是说 不同的空间它的环境的特质 环境的特异性 那么它跟整体性共同作用 构成了这个环境的两大基本的特性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是环境系统的变动性 那么也叫动态性 那么所谓变动性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们都学过变证法的基本概念 我们知道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那么我们人类的所生存 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外部世界 无时无刻都处于一个运动的状态中 那么它是一个在运动当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在平衡当中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当这种平衡被干扰被打破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系统发生改变 系统的结构改变功能上失 造成破坏的时候 所以这个动态性 实际上是系统具有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属性 但是尽管它是变动的 但是仍然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 它又是确定的 比如说我们室内的这个空气质量 它肯定是无时无刻都在变 随着我们吸入氧气 呼出氧化碳 那么我们室内的空气的成分 它的结构在发生改变 那么当它达到一定 就我们氧气消耗如果这个空间是封闭的 没有新的氧气补给 那么消耗到一定程度 那么它就不能够再支撑 我们人这么多人在这共同的呼吸 那么实际上这个室内的空气 就可以认为是被污染了 那么被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这样一些的气体所污染了 因为它的结构发生改变了 那么它的氧气的比例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个动态性是绝对的 而稳定性是相对的 相对性就是我在这上两节课 不足以说大家消耗的这个物理的氧气 无法支撑了 那么这是它的稳定性 或者说它的相对的稳定性 那么关于就是环境系统 它的三个基本的特征 这三个特征 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理解去加以认识 第一个是讲系统的整体性 整体大于局部的简单加合 那么整体当然更大于任何一个局部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第二个特性是说它的地域性 它的区域性 那么是说它在空间上的这种差异性 或者是分异性 这是第二个特征 那么第三个特征是说它的动态性 变动性 那么这个环境系统 刚才讲它是由一个要素 和相互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 一个结构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 而这个结构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环境系统的这个结构 而由这个结构所支撑 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外在的一些功能 外在的一些特征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环境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环境的结构和环境的状态 实际上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结构 就会对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功能 那么刚才我提到比如说森林生态系统 那么它的结构是由高大桥木和低矮灌木 还有一些丛生的第一类的植被 组成的一个可以讲是分层次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它表现出来的功能 是它有这个强大的吸收二氧化碳 固化二氧化碳来释放氧气的这样的同化的这个作用 对吧 当然它还支撑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的这个生存和繁衍 那么如果是一个荒漠的生态系统 沙漠 那么看上去好像没有生命 但实际上由于它的这个结构的不同 使得它表现出来的环境的这个状态也是不同的 那么它的特征就是干旱 对吧 干燥 当然这个是互动的 那么由于气候的干燥导致土壤的沙化 反过来由于土壤的沙化 植被的破坏 又可以进一步的加剧气候的这个干燥 所以这个呢 是环境的结构和它功能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 当环境的结构 或者是环境要素中的某一个因素 在数量上 配比上 或者空间位置上 发生一些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说是环境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而环境的结构的变化 就会导致环境的状态 也就是它表征的功能的这个变化 那么给大家几个环境变化的这个例子 那么这是去年3月11号 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一次九级的地震 那么所造成的后果 那么地震之后带来的海啸 那么导致陆域的房屋被倒塌 然后会又造成一些刺身的灾害 比如说火灾啊 比如说核电站的事故泄漏等等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无家可归者 对吧 这个上市居所 那么这是在去年的6月4号 那么发生在这个南美的一次火山的这个喷发 那么这次这是火山喷发时候 巨大的火山灰形成的蘑菇云 那么这是炙热的这个岩浆 从火山口喷出来之后 形成的这个岩浆流 对吧 那么这是火山喷发之后 在城市流下来的火山灰的基层 大家知道那次火山喷发 也是导致大量的这个航班的延误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身边经常会看到的 那么这是在空气很清洁 天气又很晴朗的时候 站在我们环境学院的十层的平台上 望到我们清华的就是创新大厦这个角落 一个景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山 看到北大的这个柏亚塔 图书馆的一个尖顶 那么这是在空气清洁的状态下 那么当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的时候 我们站在同一个位置 那么望出去 我们只能看到清华自己的这个锅炉房的烟囱 对吧 北大的就看不到了 那么这是很典型 那么在从我们北边的这个厕所拍出来 看我们的主楼 那么我们的主楼在晴朗的时候 和在有雾霾的天气 对吧 有这个严重的颗粒物污染的时候 那么也是非常不同的景象 那么这是去年也是在六月份 六月十六号发生在我们 渤海湾的康飞集团漏油的这个事件 它也是一个严重的环境的一个问题 当然它是由生产事故性的排放造成的 那么大家看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由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 火山喷发这样的自然的过程 那么造成次生的很多的环境的问题 包括辐射的问题 包括火山灰的问题 那么也有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活动 转井平台泄漏 直接导致的海洋的污染 鱼类的死亡 养殖业的损失 那么还有空气污染 那么由于扩散条件差 异温的条件下造成污染物的累积 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大物弥漫 或者是灰霾弥漫的这样的这个景象 那么这些问题是不同的这个原因造成的 那么当然表现的形式也不同 有的是气 有的是水 那么有的是固体的颗粒物 对吧 火山灰它是一个固态的物质 那么也就是说是对不同类型的环境介质 那么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怎么来对环境问题来加以认识 那么环境问题种类这么多 纷纷复杂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把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类型的环境问题 划分为两大类 那么一类环境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完全是由自然的因素造成的 不管有没有人类的存在 那么地球上的这个 我们地壳都是在运动的 那么这个一些火山 在周期性的会发生这个 这个活化 喷发的这个过程 那么也不管我们人类存在与否 地震这个过程始终是要发生的 所以这些由存自然的因素 引发的问题 我们称为原生的环境问题 那么这些环境问题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是由于我们人类的干扰造成的 那么也把它称为第一环境问题 那么这个有点哲学的味道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在哲学上 往往都有对世界本源的这个探讨 那么这是一类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完全由我们人类的活动 扰动造成的 那么包括有故意的 比如说就是恶意的排污的行为 对吧 我们源源不断的污水 没有经过处理 就排到江河湖海当中 这是一种 比如说最近在广西这个龙江发生的 葛污染的这个事件 那么就是工厂恶意的把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葛的废水 直接通过这个溶洞这个偷排 那么这个溶洞很隐蔽 那么广西那种卡斯特地貌 溶岩地貌 地下的这个空腔空洞发育非常充分 而且跟地下水跟地表水相互都是连通的 所以这些水排到溶洞当中之后 这个顺着这个溶洞的孔隙 最后进入到这个龙江里头 进而污染了这个大江大河 那么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人为的 而且是故意的 这个一些污染的行为 那么也有一些环境问题 并不是我们故意去制造的 但是又在某种程度上呢 无法避免 比如说转井平台的泄漏 这是一些典型的事故 那么凡是事故 它都有一定的发生的概率 对吧 那么包括我们在运输 这个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 那么会出现撞车的事故 翻车的事故 那么这个也是每年都会有几起会发生 那么当然严重的程度不一样 如果碰巧进入到引用水水源地 就会产生比较严峻的这个后果 我记忆当中大概是08年还是07年 这个在陕西曾经有过运送这个清化那的这个灌车 翻到了这个黄河的这个水源地 那么那次事件呢 实际上影响也是非常恶劣非常大的 所以这是我们理解环境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一个钥匙 就是我们所有的环境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大类 就是第一类和第二类 那么环境问题第一类的环境问题 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这个是不在我环境科学与工程这个学科的研究范畴之内 因为关于地质活动的这个研究 这是搞地质科学的这个更为关注 那么关于这个一些地震啊火山喷发啊 这显然这是我们这个地学 或者说可能在座的有地学中心的 对吧 我们地球科学或者这个地质科学 他们更关心 那么我们环境科学与工程呢 关注的主要是那些由于我们人类的原因导致的环境问题 当然有一些有一类问题 它是由于人和自然因素共同干预互动作用造成的这个后果 而且是可能累积性的 就是由于长期的扰动慢慢的累积 从量变到质变形成的这样的一类问题 比如说这个荒漠化的问题 那么这里边就有自然的因素 我刚才讲因为气候本身的因素 但是也有我们人类 比如说由于过度的放牧导致草场的退化 那么或者是由于我们人为的选择物种 造成这个植被过于单一化 进而由于这个病虫害的突然的爆发 导致它整个系统的脆弱化和崩溃 造成的这种荒漠化 那么这都是很常见的 人跟环境跟自然因素互动所形成的这个环境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够这个讲 这个严格的说它是第一类的环境问题 还是第二类环境 这要去细分它哪个因素是主导的因素 那么这些人类为主导的环境问题当中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三类 那么一类是污染的问题 那么污染的问题我刚才讲了 对吧我们工业废水的排放啊 生活污水的排放 那么包括这个尾气的排放 那么都会产生污染的问题 那么第二类呢是生态的破坏的问题 那么生态破坏我也提到了 这个荒漠化的问题 这个水土流失的问题 那么第三类呢是这个资源的浪费 资源的不合理的开采和使用导致的这个问题 所以针对这样三种类型的这个环境问题 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手段 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 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保护的活动 那么这就是环境保护 它的这个概念的基本的这个含义 那么除了这样的环境问题之外 我们人类还面临着很多资源的问题 请大家参考我们的教科书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因为第一部分就是讲资源 生态和环境问题 对吧 那么关于资源的危机 资源的问题呢 我们主要面临的资源的危机呢 第一个就是水资源的危机 那么第二呢是能源的危机 那我们现在讨论气候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能源的危机 那么第三呢是土地资源 和由此相关联的粮食的危机 也就是食品的安全 粮食的安全 那么第四个危机是矿产资源 因为我们人类所 就社会经济发展 人类生存所赖于存在的 很多的这个自然资源 都是不可再生的 那么特别是矿产资源 可以讲所有的矿产资源 都是不可再生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零矿 对吧 我们这个洗涤剂会用到零 当然现在在研究这个无鳞的 我们的化肥用到大量的零 而零在自然界当中 它是一个这个不可再生的一个资源 而我们现在对零的这个使用 基本上是单向的 就是开采零矿 然后加工提炼 形成这个无氧化二磷 或者是磷酸盐 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 那么磷酸盐的产品 进入到这个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 包括农业生产 包括人类生活 那么形成含零的废水 尾矿这个废弃物 排入到环境当中 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单向的 那么它的这个后果 实际上是两个 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环境当中的 环境界质当中的零会不断的累积 导致水体负燃氧化 导致土壤的这个污染 导致这个一些空气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后果就是 零矿资源的萎缩枯竭 那么最终导致没有零的这个 零矿资源来支撑我们 所以貌似很小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这个矿产资源 都有类似的这个属性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 在我们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当中 国际上很前沿的一个领域 就是如何把单向的循环的这个零资源 从沸水当中 尾矿当中 这个把它提取出来 特别是高浓度的这个有机沸水 包括我们 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排泄物 我们的排泄物当中 在尿液当中 这个含有我们排泄当中的 这80%以上的零 那么我们正 我们学院也有人在研究 怎么把这个零 再把它还原这个提炼成 可以再利用的这个资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么第五个资源的危机 就是生物资源 那么包括森林 当然森林本身是生物 那么森林又是很重要的 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生境 就是最丰富的这个生境之一 所以生物资源的枯竭 生态系统的退化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这是我们也是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 而且是每时每刻仍然处于恶化当中 就从全球来看 生态系统的退化 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而且是一个目前为止 仍然无法遏制的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五类资源的问题 那么因为不展开讲 所以推荐大家呢 阅读这个日本的一个学者写的叫《资源危机》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 对于人类社会的面临的主要的资源的 约束资源的问题 都做了这个非常好的探讨 而且资料都比较新 那么这本书2010年 刚刚出版之后被翻译 在我们国内呢 也有一个出版了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有关我们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形势 那么到底我们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 严重到什么程度 那么大家可能现在经常会得到 关于环境的这个一些非常严峻 非常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一些报道 或者是介绍 对吧 这个这方面的案例已经很多了 比如说雪千的问题 对吧 那么在浙江 台州 对吧 在辽宁 在这个我们国家很多的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湖南那一带 都出现了严重的雪千的事件 那么而千对于儿童的成长发育 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很重要的原因 对吧 再比如说这个05年 松花江的这个污染事件 对吧 05年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在初中 或者有的人是不是还在小学 那么05年 由于吉林化工厂的爆炸 导致大量的消极本 顺着消防的煤水排入到松花江上游 哈尔滨市的这个供水造成威胁 所以导致哈尔滨市停水四天 那么这次危机呢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因为它造成了 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损失 而且引起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冲突 那么俄罗斯呢 对于这次事件 也给予了非常高的高度的关注 而且从一开始就这个提出了 很苛刻的这种索赔啊 一些这个要求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讲此起彼伏 平生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那我们来稍稍的梳理一下 看看我们到底这个环境问题怎么样 因为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已经毋庸之宜 在我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这个报告当中 那么总书记就在第一个占元 归纳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那么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 也就是说在十七大的时候 当然差不多是四年多以前 对吧 十七大交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时讲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首 就是环境 资源环境的这个代价 那么此外呢 在我们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这个报告当中 也就一零年提的这个报告当中 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 约束强化 仍列为我国发展中 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中的首要的问题 那么所谓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 这是听上去文周周的一个词 其实说白了 就是资源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在继续 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这个约束性越来越强 制约性越来越强 这个道理也很容易理解 那么看一下到底我们面临着多么严峻的这个形势 我把它归纳为四点 第一点 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大 总量大 有些区域远远超出环境容量 水大气和土壤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有些地区相当严重 那么这个讲的是我们最基本的 最常规的环境态势 那么他这里讲的环境污染物 其实都是很常规的普通的污染物 比如说我们讲有机物的排放 对吧 以COD BOD为代表的 那么讲这个氮磷这样一些营养元素的排放 那么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呢 有四个指标 一个是水体当中的COD 一个是氨氮 那么水中 我们关注这两个指标 在十二五这个都作为约束性指标 要进行考核 那么大气当中我们关心二氧化硫 那么还有氮氧化物 那么也是两个指标 那么这是我们讲常规污染物 它的排放强度大 强度指的是单位时间单位地点所排放的量太多了 所以就会在局部造成严重的污染 那么总量大 是说从全国来看 这个总量也是非常的可观 非常庞大 那么已经形成我们一些局部的地区 远远的超出环境容量 那么超出环境容量的结果 就是水大气土壤等等环境界质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所以这个是关联在一起的 就污染物排放量大 超出环境容量 那么环境界质发生恶化 发生污染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环境态势 那么大体上和二十多年前 对吧 我差不多二十四年前的时候 跟大家一样坐在这里听环境学导论 当然那时候是很小的课 那么时候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系主任 给我们上环境学导论就讲 对吧 我们国家的环境形式是什么呢 当时说的是 总体基本良好 但是局部仍在恶化 这是二十 差不多二十五年前 当时的一个提法 认为我们的环境 总体态势还是好的 就总体环境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局部在恶化 什么地方呢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些大城市 那么像这个沿海开放的一些 发达的这个地区 那么因为工业的发达 还有一些重工业基地 中化工地区 它在恶化 那么但是当我们本科 毕业前期 差不多就是二十年前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提法 已经就转变了 那么当时就已经认识到 实际上我们是 总体的态势在恶化 那么局部呢 倒是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那么得到控制的是那些 这个像北京这样的一些重点城市 那么对于一些重点的问题 比如说黎江的重金属的问题 那么这很早就得到了控制 那么比如说北京的这个水处理 水污染的问题 对吧 那但是北京的空气问题 实际上是持续的在恶化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给大家一些数据 那么全国总体上 我们的地表水呢 是处于一个中度污染 那么这是整体上 那么建设部呢 在2010年到2011年 做过一个全国的 引用水水源地的一个普查 那么当然是针对重点城市的 那么调查了这个大中城市 引用水水源地的质量 那么结果呢 非常堪忧 那么合格率很低 但这个问题 大家也要一分为二的看 因为引用水水源的指标 非常非常多 我们讲它的这个合格率 是一个很苛刻的概念 是要求所有的指标 百分之百的要达到 这个引用水的标准 就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检测的这个段面 那这个要求是 非常非常严的一个要求 那么另外就是 引用水水源地不达标 不等于引用水不达标 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这个还是要澄清一下 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猎物类的这个水体呢 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谓猎物类 这是按照我们国家 地表水的环境质量标准 那么丧失了 基本的使用功能的 这个水就是猎物类 那么因为 我们按照使用功能 把地表水分为五类 那么第五类是 相对来说比较差的 那么能够 仅仅能够满足 这个农业灌溉用水要求 和一般的景观用水要求 那么从大江大河 我们七大水系来看呢 长江黄河的干流 还是不错的 那么总体是优 那么支流呢 这个长江要好于黄河 那么 宋华江辽河和海河 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这个 淮河的情况呢 也是相对是比较差的 当然淮河这些年 改进比较大 因为我去年 下半年才去 和淮河流域做过调研 那么这个是一个 什么概念呢 也必须客观的来讲 我们讲长江黄河的 干流总体是优 只是指说满足三类水的 这个断面是百分之百 就是好于三类的 这个一类二类三类 但是实际情况呢 有一些指标是没有在考虑之列的 就是在地标水环境标准当中 我们列了 如果全加起来的话 有109项指标 就是算上引用水水原地的话 109项指标 但是在地标水环境质量标准当中 我们没有考虑 比如说大长杆军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卫生学的这个指标 那么基本上 长江的这个干流 所有的断面 这个大长杆军的这个指标 其实都是超标的 那么说明整个长江 就像一个下水道一样 受到了这个粪便污染的影响 就沿河的城市 沿江的城市 它的这个最后排的这个污水很多 都是进入到这个长江的干流里边 我们讲的这个粮好 其实也是有限度的 那么这是淮河的一个支流 引河的上游 由砸钱形成的大量的泡沫 这是07年的这个照片 我去年 1011年去看的时候 情况要比这个还是要好很多的 那么这是南京的金川河 它的这个水质 这是我们可以讲 南方很普遍看到的水体 所谓的发黑 对吧 如果再一轮可能还发臭 这种状态 非常普遍 那么再看我们北京市 这是2010年 因为11年的数 还没有系统的数 2010年北京市 全年平均下来 评价地表水的评价结果 那么这里边 大家看到的所有的红颜色的 就是基本上这个城区范围里边的 主要是红色的和这个橘色 那么就是五类和列五类 也就基本上城市河道 只要有水 基本上都是列五类 包括我们校合在内 上游的一些河道 比如说这是密尹水库了 这是这个归水河 这个关停水库的这个流域 那么潮白河 那么以及饮水渠 这个水质是相对比较好的 这个甚至可以满足二类水的这个要求 所以这个说明所有经过我们城市地区的这个河道呢 污染都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这是水 那么再来看空气 空气的情况呢 可能更直观一些 因为水嘛 如果不住在河边 我们往往体会不到 这个空气我们无时无刻都要呼吸 那么从全国330个重点城市 那么达到二级标准的呢 占了82.7% 听起来还是不错的 那么达到三级标准的呢 是16.1% 略于三级的是1.2% 所以大部分城市 重点城市里边有80%以上 都是能够满足良好的状态 那么良好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的环境空气质量一共就分了三级 那么一级当然是最好的 二级是能够满足我们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 也就是长期暴露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不可逆的这样的这个伤害 那么这就是二级的标准制定的一个基准或者一个出发点 而三级是不能够满足人类长期生存需要的 所以这个我们对三级标准往往控制的非常严 但是从一年年数据来看呢 仍然有16.1%的城市是处于三级 那么需要指出的就是实际上这个数据呢 从2003年以来在持续的好转 2003年的时候这个数只有不到40% 就好于二级的这个城市只有不到40% 那么这是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好于二级的这个城市 它指的是年平均值好于二级 事实上我们现在还考察是好于二级的天数有多少 所以即使是说年平均值好于二级的城市 比如北京 那么我们实际上这个日均值好于二级天的这个天数 北京市也不过就是300天不到的样子 大概280多天 那么外地有些地方也就是300多天出头的样子 所以一年当中365天 我们不能保证每天这个空气质量都是达标的 当然还得指出这个数据呢 也不是完全的客观 因为有一些测点 就是它是平均的 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多个测点 这些测点它是反映不同的环境区域 我讲环境有地域性 对吧 比如说北京市颐和园的这个空气质量 跟车工装的空气质量显然不一样 对吧 二环的主路的空气质量 跟故宫的空气质量显然不一样 但是我们在监控北京的空气质量的时候 我是既要监测背景值 比如说我在这个远郊区线我要监测背景值 我要监测这个生活区的这个污染 我要监测这个工业区的污染 我要监测交通区的污染 所以不同的点位特点也不一样 平均下来我是达到二级了 但实际上贫富是不均的 对吧 我们如果站在空气晴朗的天气 你站在香山往城区望 你就会看到从二环到三环到五环 越往中心 这个看上去能见度越差 那个空气的质量就越差 所以这是一个毫庸置疑的一个空间上的这种差异性 那么从全国的近年二氧化流排放的总量来看 大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在2005年06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峰值 那么也就是进入15以后 15和11五吧 我们强调了这个总量的减排 总量的控制 而且呢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这个成效 那么二氧化流的排放总量 这个还是有了明显的下降 那么10年的水平大体上相当于04年05年的这个水平 所以还是有了一定好转 但是酸雨的强度和酸雨的覆盖范围呢 仍然没有明显的好转 甚至有所恶化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就是当空气质量这个刚刚开始好转的时候 酸雨的问题有可能会恶化 因为它跟这个空气的这个扩散的条件 跟空气的这个结构的组成是有关系的 总之我们的酸雨的问题呢 也是比较突出的 在整个长江以南到这个西南地区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酸雨区 那么这是全球三大酸雨区之一 那么这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酸雨区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农业污染的形势 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关注这个食品的安全 粮食的安全 对吧 我们有钱人会去买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生态食品 这个无公害食品等等 但是无论它贴什么标签 它核心的就是说 在它的生产的过程中 尽量的减少污染的这个影响 对吧 比如说中金属的这个累积 比如说这个污水灌溉啊等等 那么总之我们面缘 就农业的这个污染 这个农业面缘的污染 以及农业土壤的这个污染的问题呢 也还是比较严峻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环境的形式 谢谢大家